居民的事儿无小事 只有我们把居民的事儿当作自己的事来做 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好 爽爷 您在家吗 我过来跟您说一下地面的事 我叫姚远 是安定门街道分思厅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者 我们社区仅邻鼓楼东大街 有两千多住户 四千多常住居民 还有一千两百多流动人口 和来自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 我负责小经厂三百二十户居民 平时会把一些通知发放给他们 另外就是经常会下户看望一些工厂老人 独居老人 看他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安音 那您多保重身体 然后我回去把这些事儿给您先办了一下 我们分思厅社区现在有17位社区工作者 平时有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大家一起干 夏天的时候我们加强对防火防荡的生团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集体 只有我们大家新在一起 能够团结在一起 才能够为辖区居民做更好的服务 我有过留学经历 去年疫情发生后 社区的外国友人的防疫排查 全部由我来承担 为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所需 我的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和 现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我们也渐渐恢复了组织辖区居民 开展一些文化活动 比如说端午节一起抱抱粽子 见不走 组织大家唱着歌跳跳舞 大家非常高兴 上次咱们这个合唱这次 这次 阿姨唱得特别好 由你来组织 我心里就有底了 是吗 真的挺好的 特别好 远亲不如近邻 我们平时在工作中 经常会跟居民唠嗑聊天 我们既是朋友 又像是亲人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阿姨 这不马上到讯期了吗 我们下去贴个通知 然后告诉大家 就是到讯期以后 如果遇到险情的时候 拨打后面的电话 中国的社区工作 用咱们的话 就是特别接地气 无论是老百姓的大事小事 我们都要管 都要负责 只要他们有诉求 社区就会帮他们去解决 在社区会面都要 方方面面的困难 我就常常想到父亲 从小教育我的一句话 就是困难面前有我们 我们面前无困难 办法总比困难多 辛苦了 没事 应该的 居民看到我们社区工作的时候 都会主动打招呼 你们辛苦了 你们还没下班 多喝水 就是听到这些居民 给我们的反馈 跟我们的互动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 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事社区工作之前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这么多事 来到社区工作之后 我得到了很多居民的支持和理解 我觉得我成长了很多 收获了很多 我们也希望大家 共同加入到社区自治当中 通过我们的努力 把我们的家园 建设得更加美好和谐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